你希望它能够改变来让你觉得舒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说我这么辛苦 工作压力这么大 你要我怎么放下 你要我如何做到没有野耳鼻舌生意 没有舌生香味处法 对不对 而且他随时也承担了病人的疾苦 对不对 要帮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对 欲望 对 反求诸己 求诸内心的快乐 而不是求助于外在的财富 不是求助于外在的衣服 他的一件衣服跟我一样都穿二十几年 然后他住的房子也就是那样 他也不会去求这些东西 他跟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努力赚钱 但是不要执着于钱 对 重点就是在执着这两个字上面 对 你不要因为没赚到钱的痛苦 努力教育小孩 但是不要执着于他一定要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还是在于你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心 你一样有野耳鼻舌生意 你一样看到了小孩不好 你一样看到了老婆有些问题 老公有些问题 你一样在赚钱中你很辛苦 但是心要放开 就像我经常在八字里面有跟柯库讲的 当你运势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很多人运势不好就想改运 是 怎样才能让我发大财 老师我什么时候会发大财 我什么时候会有好运 我会讲说其实 当运势不好的时候 你应该要静下来 你知道他就是不好 对 不好的时候 修心养性 读读书 多腿陪陪家人 不要执着说 这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 重要的是我们断绝妄想 请问什么叫妄想 前面讲过哦 有没有复习一下 我要再回去看 什么是妄想 妄想就是 去想一些 不会发生的事 还没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担忧 对 或者是去追求 对 还没发生就急着要他 譬如说 你才二十几岁 你就想说 你怎么样能够赚到几千万 对不对 但我们要这个企图是没错 要去努力没错 但是不要因为你赚不到这些钱而觉得痛苦 当你赚不到这么多钱的时候 就少花一点嘛 对不对 然后什么叫妄想 我觉得我二十几岁 别人都有女朋友了 我还没女朋友 那我想要找一个很漂亮的 个性又温柔又体贴 又聪明又灵活 什么都有的 当我女朋友 不可能的事情 说的就是你 对 其实这个实话 八字忠实神望应望的人 其实对于 对方的条件要求是真的很高 哦 我们对另一半的要求会比较高 对对对对 所以通常这种人在婚姻上 会说难以圆满 主要是因为太聪明了 这时候要怎么样 就是练习嘛 嗯 当你觉得 要看 看淡一点 当你觉得被一件事情 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都没有那么严重 是都没那么严重 当你被这件事情所困扰的时候 然后开始练习 告诉自己 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重要 我尽力去做就好 但是我不要去强求结果 一定要完全符合我的意思 嗯 因为要完全符合你的意思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的八字中 本身就具有某一种特性 嗯 这个特性就是 你会想要得到的结果 嗯 但是世界上那么多种人 八字有五十几万种 分成男女就有一百多万种 再加上大约有几百万种 嗯 对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所有的人 做的事情都符合我们想要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练习 不断的练习 对 譬如说举例来讲 你今天想买淘宝对不对 嗯 嗯 忍住 有我就把网页关掉 明天又想买 明天又想买了 对 会想喝几天怎么办 对 继续练习 练习 练习到底不想买的 老师你这样讲的练习 其实就是佛教中他们说修行的觉察 是不是 对 你抽离自己 然后时时刻刻生活中 觉察到自己 那时候的动念是什么 是 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 诶我这个时候心情不好 这个人 诶你这个人就是我嘛 你心情不好了 那你那时候是为什么你会这样 你去分析你自己 对 抽离一下这样 对 然后呢 学八字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让你能够抽离自己 站在别人立场去看 哦 这是你的八字 好难 这是他的八字 嗯 那你不理解他 那你就应该站在他八字的立场来看 哦 对 所以不断练习 其实就是上一次所说的正经济 嗯 经济就是不断的练习 嗯 练习一直觉察 一直忍住这样 呃 我觉得忍住不如说是一种理解吧 好吧 好吧 这辈子都要一直理解理解这样 对 一直不断练习理解 不断练习断绝自己的妄想 嗯 然后不断练习 无言耳鼻声声意 嗯 无色声香味处法 嗯 对不对 无我 对 最后终于能够 没有执着 嗯 最后应该就可以达到一个所谓 涅槃极境的境界 可以达到了吗 哈哈哈 好 好我想尝试去了解一下那是什么样的境界这样 这就是这个境界就是我上次所说的 嗯 佛有没有业 有 佛也有业 嗯 佛会不会痛苦 不会了 对 对 佛一样会经历这些业所带来的一些事情 嗯 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痛苦 嗯 对 你可能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寒山识德的那一集 对 嗯 放我 入我什么东西的嘛 然后且 你且看它 对 待几年你且看它 对对对 这看它或许也是看自己 哦也是看自己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修行的主题啊 嗯 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啦 是 当各位生活在这个无边的苦海之中 呵呵 如何获得解脱 嗯 其实我经常讲一句话 嗯 道法朔 术啊 就是最底下这一层啊 嗯 算命的就是术 术是什么 术就是算术 就是计术 嗯 就是预测的方法 对 九流术式啊 古时候经常这样讲 因为算命的是九流术式啊 嗯 因为只会算算出来之后 能够解决人家问题嘛 然后很多人就说 能啊 我能解决问题啊 所以就帮你感孕啊 事实上这个感孕已经偏离正道了 因为这个是更帮助人 加重他的欲望之心 嗯 认为他的欲望是可以借由某些 手段去达成的 对 嗯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方法 这已经完全偏离佛教所说正道了 是 术 其实只是告诉你有这个事情 但是你要得到道 嗯 你必须用道的方法来修 嗯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一大堆东西 嗯 各位这里去复习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了 好 如果各位对于修行有 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或者是如果你们想要 看更多跟修行有关的话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继续去跟大师请教 分享给大家 OK我们都 老师都还要做功课哦 对 比记 比记做了一本 这很重要哦 可以分享给大家 是是是 好那我们想要去这边哦 好OK 好那谢谢大家观赏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关注我的更新哦 拜拜 拜拜 我们今天要讲太聪明的人 谢谢婚姻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更需要休息了 对